再來看都會小車的話 不要忘記韓國品牌 KIA的PICANTO 這台車厲害了 我覺得小車立大功 在去年2020年的下半年 7到11月 它的銷售數字比起它之前同期 成長36% 而且應該是說 在這一個級距裡面比較 它算是銷售的 算是資優生 賣得很好 PICANTO有這麼厲害 第一個它用50多萬的車價開始騎 就是大家的入手的 負擔會比較低 第二個它的安全配備 應該是氣囊數 應該都是統計中最高的 等於在小車上 給予很高的安全保護 再來就是它其實是 已經是O系車款的概念 雖然是KIA 但是開起來的操控車身的強度 配備造型 其實都有都是O系的感覺 真的 所以它一路上 應該說是KIA目前的所謂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台車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在價格上 在配備上 還有在整個車格 跟開起來的感覺上 還有在這個整個的運動性 它其實是具備了一定程度的操控感 其實它是小車 它又回到 我們跟SWIFT一樣 就是有一定程度的操控感 但是尺碼其實不大 價錢好入手 那它應該說是所謂的 雖然是韓系品牌 但是有一點像歐歸小車的入門 這一點其實很多品牌都沒有做 對 難怪就是突然間竄起了 這銷售數字很好 好啦 那目前為止這麼多的都會的小車 你一定也好奇說 那我如果要買 看看你重視的點是什麼 有人重視油耗 有人重視安全 我們幫大家做個簡單的比較圖表 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以油耗的數字來看的話 Suzuki的SWIFT 1.2升的輕油電 平均油耗22.3公里 算是這個二字頭蠻厲害的 Ignus也當然是22.1公里 是接近的數字 Toyota還有一台不要忘記的 Prius C 1.5升的油電混合車 平均油耗是26.5公里 這實在太可怕 Kia Picanto 1.2升的X-Line 它平均油耗是18公里 再來就是來看省錢 因為要買小車有時候是經濟考量 小車的售價當然會比較容易入手 那我們要看看 我們剛剛已經比較油耗 來看看誰最省錢 我們來看SWIFT燃料稅是4320元 加牌照稅4320元 8640元 Ignus也是Prius C要到11920元 因為畢竟它的CC數比較大 Kia Picanto是8640元 我覺得真的是不相上下 可是這樣比起來 好像Prius C現階段稍微弱一點點 沒辦法 它是比較早出來的老大哥 但是聽說它要改款了是不是 應該是說新款的Prius 應該會有新的油電組合 讓這個油耗表現得會更好 那我們再期待說 它新的電池的材質的變化 那當然價錢上可能會再提高 所以它走的不是一個小車路線 它走的就是純正油電車的路線 我實用 我們就直接講 這個用Prius 跟一般的汽油車的差價 你要開 你把油電車的售價價錢開回來 大概要開3到5 所以今天也會 嗨各位跨車小贏家們 看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走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車大贏家吧